統計局公布 去年本地生產總值有1,944億澳門幣 全年經濟實質收縮五成六 統計局說去年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活動 以服務出口為主的澳門整體需求大幅下行 去年本地生產總值為1,944億澳門元 全年經濟實質收縮56.3% 內部需求按年收縮10.3% 當中私人建築投資減少 以至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錄得15.1%的按年跌幅 另一方面在抗疫期間 居民減少外出消費和外遊 加上經濟前景不明朗 私人消費按年下跌16.3% 而為了應對疫情 特區政府增救防疫裝備和醫療物資等 並推出經濟援助措施 導致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按年上升11.4% 在外部需求方面 澳門入境旅客量受各地外遊管制措施影響 按年下跌8.5% 博彩服務出口和其他旅遊服務出口 就分別錄得8.3%和7.3%的跌幅 而今年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 按年實質收縮近4.6% 跌幅較上季收窄 外部需求相較上季就有所回升 澳廣事記者余白英報導